我现在在北京的小帅哥的一个餐厅 很有品味的一个餐厅 遇到了我们很多很多 咱们有关系多少了 亲爱的 赶紧自我介绍一下 对大家好 我叫陈欧丽 是法国华人华裔 从16年就在公哥的B图拳馆训练 每年都回来 每年他都回来 你现在是国籍是法国国籍 法国国籍 帮助 我说 那下面呢 就是我说想问我们的欧丽一些问题 欧丽说 东哥我要问你问题 我说等会儿 你先问我问题 我就直接拍下来 承认一下 咱俩时间你问问题 没有任何的沟通吗 没有任何的沟通 所以我这个视频呢 就是实打实的 我都不知道他问什么 来开始吧 好 不过我想问的是 你在你这一辈子 监督时光 什么时候是最高的 什么时候是最低的 最低的时候怎么起来的 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原来我会说 可能我2017年最高 或者是被封杀的时候最低 这是我19年的想法 但是现在我又告诉你 我正式的回答你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我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到我人生的巅峰的时候 就是对星光的时候没有 我也会告诉你 我现在也没有到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最暗带无光的时候都没有 这两个发生点 我个人认为在未来 来下个问题 不错不错 东哥你对你以后自己的发展 是怎么看的 你这个问的好 如果在17年我会聊 我会做全国轰动性的比赛 不管是现代的比赛 还是传统武术的比赛 完了我有我的自己的设计 有自己的梦想 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的发展 高速的 我现在对未来是一切的未可知 我现在对未来就是问号 我不知道明年我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后年我会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的收入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或者越来越高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也是个问号 牛吧 我跟你说兄弟 我接受太多采访了 这边是我的好兄弟 小关 继搏击跆旋道 完了厨师和职业的餐厅经理人 为一体的一个小帅哥 完了之后呢 开着一辆破最漂亮的摩托车 漂亮的摩托车 漂亮的 我打舌头了 好了 我待会采访我们的小关 但是我欧力我得多聊聊 首先刚才话题咱们继续聊 你告诉我现在法国是黑人的比例 是大概是多少 黑人的比例 我想一下 全法国来算的话 非洲人 合法的非洲人 在法国占百分之十五 左右 然后全部加起来的话 刚才我们说是 为为为 就 嗯 呃 百分之二十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我认为非常多了 不错了 就是一百个法国人当中有将近二十人是黑人 对 反正可以说五个人有一个人黑人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挺多的 对 那么咱们应该叫有色人 对吧 我觉得可能更更更恰的 嗯 更恰的 那你觉得目前法国的治安和经济怎么样 目前法国的治安和经济呢 嗯 呃 因为受了疫情的影响 也是呃 往下降 然后啊 治安呢 不是很好 对人民还有呃 做生意的人 做商业商人呢 都都不是很好 那请问法国的华人 现在的生活总体的状况怎么样 总体的状况 我们的第一代的华人像我父亲呢 应该是八十年代过去了 八十年代过去到现在呢 属于是顶峰挺好的 然后我们华二代华三代已经开始起来了 我们呢 就不单独是在做生意 嗯 也有进呃娱乐圈子 也有进呃 我们这种呃 法律啊 有单官的 有采访的 有做做做电影的呃 明星这些都有 就慢慢开始了 嗯 挺好的 那现在相对来说 法人呃 经过这几年疫情 嗯 法国当地人就白人或者黑人 对华人有没有 歧视或者歧视多了 还是少了 还是正常 呃 通过这件事情 肯定是 对有有有有一定的呃一定的影响 不过没美国那边那么严重 不过也会有 呃 还行 算是 算是现在是过了 我们那边疫情总共是关了两年 这边这边好像是三年吧 三年 三年 我那边一年呢是完全关闭的 第二年呢是 国内 法国国内呢开始可以运转 今年第三年呢 第三年就可以国际性的呃 重新开放了 问一些比较就是有兴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呃 疫情三年 法国是疫情两年可以说 疫情两年 包括你是法籍的华人收到过政府的一些补贴的钱吗 呃 有的 有的有的有有补贴的 他们我们是 按照呃 过去几年的就疫情前过去几年的这个 利润来去算 疫情有带来一些呃 伤害的话呢 他会他会补助我们 对给你多少钱 呃 给给生意人吧 可以算给给商人给商人给公司 大概一个月呃 一万欧元的补助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万欧元 嗯 一万欧元 是不是个人呢 是每个公司公司好好好 那吓死我了 那咱们就如果说个人的 比如说法国的普通老百姓 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好久没有上巴 那么国家有补助吗 包括单位有补助吗 没直接系的补助 不过如果你失去你的工作的话 但是我们这个跟平时一样的呃 他们平时一样的这种处理方式 也就是我们那边有十一间哦 十一间每月是多少钱啊 姑娘太好了 谢谢姑娘 哈哈哈 哦 他不太会用啊 没关系 姑娘就啊 姑娘你看看 给我拿了一个支架 这是小帅哥的老板娘啊 不是 股东之一 对对对 因为小帅哥这个餐厅很有创意 很多朋友们一起做 好了 给我弄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架子 我现在怎么拿着待会再装 啊 下一个问题 就是法国请问 如果说你生病了 呃 你去看病 目前法国是一个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吗 是的 我比如说我骑着自己自行车跟另外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撞了完了另外一个自行车的人哎呀你受伤了那么把他送到医院也就说是医院免费医疗给他看病不会说找壮他的那个骑自行车的人要钱是的两个都可以一起去医院完了你像我们这里呢就是跑 哈哈哈哈 跑哈哈就不跑的话这钱不知道花多少是对呃那你们那就没有了这种情况没没这个逻辑了对 肯定会吵会闹不过就就对这个医疗费就呃免费了免费了好了我还有什么想到问题呢完了欧利我在问你是欧利是吧是欧利欧利很好听很帅气的小伙子 今年大概方零2525东哥25的时候跟他一样帅真的不是不是不要瞎乐啊是真的一样帅只是我稍微的摧残了一点是不是胖了一点我瘦了一样还是很帅 嗯行谢谢好了感谢下面就是采访我们的小关同志问你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广告过后啊 这个年代大家都希望用少量的钱买精品的货东哥专属的博尔茶二三百块钱专门挑战一千万块钱左右所有茶净价比非常高还有东哥亲自到茅台镇编制的纯粮五三度酱香酒比十块钱一瓶大家相信我还有给老年人们年轻人们孩子们推荐的质量一流的鞋 茶酒鞋MAT东哥真诚推荐给大家的大家购买 Instagram没有兄弟我只有推特还有那个YouTube下面开始就小关了小关自家兄弟我们俩都有十多年了自家兄弟原来小关是台湾道教练我来跟我的一块练格斗 现在也是在北京赫赫有名的波及教练现在呢又是一个职业的一个餐厅的经理人这是去我去的没毛病没毛病不敢说是最大老板 但也是职业经理人是股东之一对吧完了开了这个小帅阁我来了几次了这位置我真的没想到特别的特别的好就是在赵龙饭店就是我们老北京人都懂的工体 潮龙桥照龙饭店那真火好了今天我跟小公小小关为什么聊因为我看在网上比如王菊也说了玉芝菜的事啊 然后秋实也说了什么的我对这些真的是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今天小关呢是专门是做餐厅的这小关小帅哥他就是股东之一那么所有的菜所有配菜制作什么的都是由你至少至少有部分由你听手 那那肯定对所以说你来谈一下这个玉芝菜其实我有我的看法但是呢今天还是首先是有专业那小关确实我认为他是比较专业人士 因为他整天除了打拳之外就是在餐厅里就去炮炸非常非常的敬业而且这个餐厅我是可以我这么说吧能看得慢慢起来的那对我觉得这个是小资情调就是年轻的女孩年轻的白领男孩喜欢来这里对好吧好咱们玉芝菜的问题开始吧现在热闹到玉芝菜我有两个问题其实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支持玉芝菜进校园吧 所谓的教员包括的是幼儿园小学初中不算高中了高中已经是算少年了青年了明白来吧 就是顺着东哥这话说啊就是一个玉芝菜我个人也觉得跟东哥想法一样他一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因为这个操作起来可以标准化可以统一化 你说我可以达到一个衡量标准的操作起来比较容易这样是相对相对弱化了厨师这一个特别重要技术环节关键就是节省成本呗 那当然你现在商业最后房租什么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大家出来混都是要赚钱的正常 但是像您说到这个进学校这事我当时跟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在于管理者在于人 你什么东西的人他不好好操作你在什么预制菜你给他定什么标准都扯淡 根本就没戏你比如因为他量大你每个学校里边制售的几百人那你一进货你每天进货量就很大你不可能每包都查吧你不能说我比如说你成本的泡菜我来的时候趴桶里边我一看这包没问题那不意味着他其他几张就一定没问题 你出品的时候可能就就会导致有一些不好的方向包括这样就孩子的一些影响的配比对吧他能不能实现这个我觉得 近期上有难度有难度但是由于说咱就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嘛对吧看到难度咱们肯定要想办法解决如果国家强力推这个说大家一起去努力方向改变我觉得还是有努力方向的 嗯我我我正好跟小关这边我们就聊那首先小关这个问题你还没有完全回答我你支持不支持现在不支持不支持对那说实话我跟小关我们俩的观点是一样了呃小关我管他有时候小关要叫关哥下面说我的观点那么关你随时打断我随时来产生你的观点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很遗憾的说这个预知菜就是一个趋势嗯他是一个趋势他是一个不可否定的趋势 首先我先从咱们的资方开始资本方开始大大的节省了财力尤其是人工的这个电脑还有材料因为你进100公斤的萝卜做菜跟进1000公斤的萝卜的进价费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是个趋势第二个先听我说完兄弟们第二个就是对于国家发生紧急状态的时候比如旱灾 蜀灾地震天灾他不可能当时就能有任何的饭能做出来他有大量的国家的储备的这种所谓的预知菜这个预知菜有可能三天有可能三个月有可能半年 那么马上就相当于军用的罐子一样其实就可以拿出来开点计时不就算对 当然了我所说的还有可怕的一个就是如果即将有战争的情况下 所以我也其实有一点点疑问就是为什么现在把这个预知菜给爆出来 其实在我眼里预知菜很正常是很久了 请问小官我说对不对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你告诉我是不是预知菜 肯定是他以前都是配送好的都是配送好的我当时告诉你操作流程说这个肉饼炸多少时间薯条怎么加我这酱皮不断那你说这算不算预知菜肯定也算啊 而且那个肉饼我告诉大家麦当劳肯德基的所有的肉饼都是熟的熟的之后再加热先砸的都不是生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标准的预知菜对所以我觉得预知菜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一样回溯可见生存了很多很多年了 只是我现在也是为什么要先再爆出来 那么一个问题我们俩跟小官的完全一致就是不能进校园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标准 官你回答我包括你是你们是供货商你们是第一手人你们餐厅有没有国家说的标准 没有 没有那你怎么如何 预知菜的标准 对那如何保证预知菜的质量 这完全看自己老板良心了 良心了 那肯定的 那你们的预知菜的时间是多久 就称子等三天 三天三天后就扔 那肯定的 那么 成本很高 请问那有有三个月有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个预知菜 它里头含不含一些防腐剂 我个人觉得肯定得含啊 肯定得含 您就搁苹果 它搁一个月不坏 那你现在还得多做一下 所以我跟小官我们俩的观念就是既然这种事呢无法避免 首先呢就对于孩子青少年没有长完全成熟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预知菜不要进校园 缓一缓 让孩子们对让孩子们吃最健康的 当然就不能可以进校园吗 我认为咱俩认为也不是标准 对 我跟小官我们俩其实一认为主要是这是这件事不是老百姓能左右的 这应该是国家相关部门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 这个预知菜是多少天能食 这个预知菜是多少天含什么样的标准 一个是标准 另外一个那肯定得有人监督啊 光对人不知道他不执行你还是费啊 对吧 要一个监管 因为确实面对孩子身体降格问题 吃完了真中毒出问题的 很麻烦的呀 而且也不是在全国这个校园市场里面 不是第一天报出这种事情 对吧 对 另外一个就是还让人说 预知菜是大势所趋 另外你们也知道这国家现在去量 确实也去量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粮食进口国 对 那么世界上排前几名的粮食出口国 其中有越南 泰国 这些微小的国家 但是他们都是很大的大米 这些粮食的出口国 那么国家 咱们国家粮食不够的情况下 像预知菜 它可以大大的降低或缓解 突发事件 对 所老百姓的应用 天灾人祸战争 对 所以呢 也有些不好的 我认为有一些不好的趋势 比如说 大量的做这个预知菜的话 是不是可能 给将来的突发事件 包括战争做准备 其实我是瞎想 我也不希望出这种事 那么今天我们聊到这个预知菜 最终咱俩的观点的一致呢 是它这个确实是大势所趋 大势所趋 而且呢 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 而不是突发爆出来的 不是说变出来的 对于孩子们来说 我们是坚决反对现在的预知赛技校园 我们希望就是在相关的国家监管生产的标准出台后 在合法合规 关键是符合孩子们健康的基础上 这个预知赛进校园 有一个严格的监管 我们觉得才是合适 没毛病 没毛病吗 没毛病 OK 咱们还聊点什么 说说什么 你觉得 聊聊 那挣钱吗 这两年 没赔 没赔 算扛住了 但是呢 现在这餐饮卷得厉害 就是懂与不懂的都往里炸 那我问你 23年这放开了之后 你们的买卖怎么样 算本不回升吧 算本不回升 对 但是说实话 没有在疫情之前好 没有在疫情之前好 这个就现在经济环境都不好 都要性价比吗 对吧 你具体环境舒服 要这个说白了 就大家嘴更雕了 雕球更多了 你看没有logo 我还给你拍个logo呢 没有啊 就叫小帅哥 对 没有 小帅哥 对 就在什么桥 就是潮红桥 潮红桥的 潮红桓桥下的 咱说个脚叫西北脚 呃 西南脚的 西南脚 哎不不不 西南脚对 西南脚 西南脚 西南脚完了之后 东哥有幸 这顿饭是那个 关哥请的 对 关哥请的 完了之后 我们欢送我们 法国小伙子 欧力回国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吃顿饭 也不是我掏钱 也是关哥掏钱 关哥是小老板吗 这是很正常 别开 别开 关 还有 你有觉得 还有能 可以跟大家说什么的 一些感受 呃 就大家身体健康吧 完了有空来小帅 跟咱们聚一聚 多交流 越是这个困难的时期 大家互通有 抱头取短吧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 咱俩刚才忘了问你 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确定了 只要是北京城啊 外地咱们我就不说了 只要北京城 所有的连锁店 几乎 预制菜都占一半以上 差不多 连锁店 对 那么我就比如说一些大的 小关不用说了 因为他业内人士别得罪人 我觉得比如说那个俄美酒家呀 那种东坡呀 他们这里有很多的玉制菜 但是这些玉制菜口感你说不好吗 我吃不出来挺 我觉得还行 但是还那句话 目前国家没有一个玉制菜的完全的标准 对 那么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关注玉制菜 我认为不是把它给取消 因为这是个趋势 没法改变 就跟电动车要进来一样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些玉制菜想特别妖魔化 对 玉制菜不是魔鬼 就任何事 他都正方两方面 真正的魔鬼呢 真正魔鬼是不管玉制菜 放任自认的 对吧 我觉得就是国家来管起来 来制定一个有效的标准 虽然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 但是这是你们政府需要做的事 这是为老百姓保障要做的事 所以我看了一些王局的东西 我也看了一些秋时的东西 除了都很好 我有我个人的认为 肤浅的价值 为什么我最近没怎么说 今天才说 因为我得找很多的像这种小官 他是小帅哥的小老板一个 大家不信来小帅哥来问吧 我们找关教练能免费吗 免费不敢说 能打折 确实 他是白天打拳 晚上盯这个酒店 所以他是第一手人 也是我的好哥们 东哥哥安哥也都有兄弟 我是打拳的 你们记住了 打拳了就是三教九楼全有人 完了之后呢 来以下次我也可以找 其他的厨师的兄弟们来说 好了 目前呢 我们就认为 玉制菜不是魔鬼 最好的还是有国家的监管 和出台一个相对的法规 来监管来控制 这样的话不管是进校园 进企业 还是进餐厅 让老百姓吃到一个放心的 玉制菜 完了健康 性价比合适的就可以了 而且我认为 玉制菜 有一个小小的双赢 一个对资方来说 也请了大量的人工钱 用料钱 因为买的多 他就便宜 完了之后 现查 我现查的 也有很多大师傅 现在一个中央厨房 一个大师傅就够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等于对于国家来说 也是有了一个好的一个储备 相当于那种罐头的储备 完了这样的话 对粮食也不是浪费 要不然我很多粮食 搜了过气就麻烦了 基本上就说得到吧 兄弟 没问题 完了我这个视频 还是小小的见解 我个人的 完了之后 有什么任何意见 大家可以点评啊 什么什么的 法国的兄弟们 我先问一下 奥利 法国的华人认识吗 有大部分的或者部分 很多 很多 很多很多 连妹妹的 连武术都会 都会 有没有说连妹妹的 觉得许晓冬还行 连武术的觉得 许晓冬去死吧 大部分的都觉得 许晓冬挺牛逼的 还行 对吧 东哥这脸还算有面子 是吧 行 那感谢大家 完了 奥利还要说什么 你回国之后 你感觉 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不是祖国了 是你的家乡 对 你的故乡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感觉 嗯 被被疫情 明显也是挺大的 比我想象中的 要大得多 要大得多 嗯 然后 呃 还行 这是个 几个好兄弟 好朋友 都都还在 都过得挺好的 才在就是还健在 没死 哈哈哈哈 对吧 还没死 完了 那你对我们 现在国人 这老百姓 目前的整个的 精神状况啊 还有什么的 你有什么看法 呃 继续干呗 加油 嘿嘿嘿 多练拳 然后啊 要有梦想 嗯 有梦想 我们这儿就不缺梦想 我们这儿缺实感 哈哈 我们这儿梦想太多了 我操 想法太多了 想法太多了 行了 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法伯伯再见 怎么说 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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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移民公司 主作欧美移民 老板是我十多年会员哥哥 我非常信任 欧美移民 还有圣卢西亚 圣吉祠 这两个性价比最高的护照 大家可以咨询扫码 如果你想日本移民 我信任的是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只做投资日本移民 留学的工作的都不做 请记住 我徐晓东信任这家公司 他只做投资移民 日本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 主作的是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投资 移民 护照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扫码自诀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